82. 《文匯報》 用工業方式發展現代農業 2015年7月26日中國新聞A 10 香港《文匯報》信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更日於國務院常務會議上表示 十多年前去加拿大考察現代農業 特別注意到對方介紹情況是從不簡單地說農業agriculture 而是始終用一個完整的遲早農業產業agriculture industry 即亦為農業工業保障良安前提下轉變發展方式 據中國政府網報道 李克強說 我當時聽得很奇怪 怎麽又是農業又是工業 他們帶我看了一圈後我明白了 從選種 種植 收割 倉儲 都加工 營銷 完全適用工業的方式發展農業 打通了農業全產業鏈的各個環節 最終的產品消往全世界 當天的會議部署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 走安全高效綠色發展之路 李克強指出 中觀發達國家農業現代化的發展路徑 普遍都適用工業的方式發展農業 至於農業不向產業化方向發展 農業現代化就失去了支撐 反過來說 也只有根本轉變農業的發展方式 農民增收增效才有保障 李克強稱 保持農民收入增長與GDP增長同步 須在保障糧食安全前提下 真正轉變農業發展方式 這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 要在尊重農民意願的基礎上 不拒一格推進多種認識的適度規模經營 李克強指出 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的原則 以此是安全 高效 綠食 同時 要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轉變農業發展方式 糧食安全始終是安天下資本 推進生產加工物流營銷一體化李克強稱 提高糧食生產能力 增強保障水平 當前首先要拿著一個重點 改造中低產農田 中國目前的有效貫蓋面積僅有50% 在這方面 進化潛力 將會顯著提高糧食產量 此外 李克強強調 要鼓勵發展規模種養業 農產品加工業和農村服務業 推進生產 加工 物流 營銷等一體化發展 延伸價值鏈